工作八天 討25萬 早餐店殺手 槓世界豆漿大王 早上新北市永和區 知名的世界豆漿大王討工資 二名昭彰的早餐店殺手 來啦 我躲太多 蠻差的 你看他用手皮叫一馬走開 你一來電鍵上面就知道了 我哪裡洗在一邊那裡洗的 這些老闆口中所說的 就是這名早餐店殺手流星女子 她多次假意求職 錄取後卻擺來 等到被開除後 在監局老闆没投保老健保 或违法解雇等理由討調解金 到今年4月間 她申請勞资調解成功约50案 或調解金约15萬元 而她2015年10月 也曾到世界豆漿大王工作八天 被解雇後 她提送討工資 資遣費 和衛福金等将近25万元 负责人開庭时强调解雇合法 是她上班时只用一隻手 提醒她还遭不孝眼神对待 她甚至會發脾氣怒摔東西 另一名女员工也說 她工作慢 很少幫忙同事 勸她不要用一隻手端豆漿 避免烫傷 她也不改 新美帝院省理認為 她的確不是任店家解雇合法 不過店家少給加班費等 仍要給流星女子1893元確定 對此世界豆漿大王負責人回應 尊重法院判決 並表示她如果把精力努力用在工作上 應該會非常成功 東新聞新北報導